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过一些在乡村的农村认过职 对于这样一个话题结合到逢酒必乱 我们感觉现在中共对于目前的中国的整体局势是有些很不自信的这样一种迹象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中学的语文课本当中 把这个已经是存在了几十年的这个史记啊 陈舍世家这篇文言文呢给取消了 那么当时呢也有引起了很多的这种争议 认为呢把这个陈胜吴广的这个起义啊 作为一个农民起义这样一个篇幅呢 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史学价值的 同时也是很很有文采的这样一篇文章呢 去掉似乎是让人感觉到的害怕人民造反 那么这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习近平很熟悉农村和农民 另外一方面似乎又在防着农民 到底是要依靠农民呢 还是要靠这个防范农民来度过这个逢酒的危机呢 我们首先呢请乔木先生做一番解读 这次农业这个中央的建议呢 跟以往不一样 它实际上是加强农村的治理管理 特别是呢提到要加强农村的党界工作啊 就是党员党组织的这个管理职能 我们知道中国啊是一个最早是农民党啊 当然现在蜕变成这个 啊大资本家啊官僚这个政党 最早呢是一个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啊 实际上主体是农民的党 也是靠农民战争啊武装起义 这样夺到了政权 但是呢四十九年以来 一直对农民实际是个盘剥的啊 以农村来输出资源劳力啊 牺牲农村制约城市这么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呢 把农村呢相对的从土地上解脱出来 容许继续打工啊包产乃产承包 但是呢这些年的发展啊 农村和城市的差别越来越大啊 我们知道农是城市那个通过治理啊 啊信息化工业化的发展滑稽在改善 农村反而现在要么没有人都跑到啊 啊城市城市化要么这个土地料荒 更主要的是那个污染啊 一些乡人企业啊工业啊 过去中国更多的对农业强调什么农民 强调一个所谓的三农问题啊 农民问题主要是扶贫啊啊 农业问题主要是征产征收啊 农村问题实际上没有太强调啊 就是那这次呢我觉得他更多的强调农村问题 就是保持农村的稳定 从过去的大城市讲扶贫经济 这次讲啊政治方面啊 农村这种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 我不知道这两年呢 经济不正啊 特别是由于大城市打工男啊 招货男这个工切部长加上这个贸易萎缩 大量的农民啊又返回了城市 返回了农村啊 过去他们滞留在这个城市里 那么现在他们回到村里 回到乡村干什么呢 那传统又是赌博啊 是不是啊 打架都喝酒 那么怎么样呢 把这些这些 我们不是说歧视农民 确实相当一部分 因为他没那么多文化娱乐嘛 这种情况下 他会采取一些办法 就是说 既有这些硬的啊 比如说管理啊 党界啊 另外我也知道 他们也搞一些别的软的 比如说搞什么农村的这个有限广播 大喇叭广播打的政策等等 所以我想这次农村的这里一届主要策着 一种政治的稳定吧 对我看他这次会议呢 也是强调的就是说啊 像您所说的 就是加强和改进这个乡村的治理呢 主要就是要建立或者建权党的领导 所谓这个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还有加上一个法治保障的这样的一个现代乡村治理社会治理体制 同时呢还要就是抓实增强这个基层这个党组织的这个建设 整顿啊 涣散软弱的这个村党组织 我们也知道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 大量的这个农民工在外打工啊 使得这个乡村的劳动力这个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呢生产力的这种结构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 那现在这些人刚才您所说的啊 包括贸易的这种啊紧张啊 这种压力给中国的这个大城市的这些就业带来的这种损失啊 或者说带来的很大的这种啊 这种就业的这种压力呢 使得这些很多农民工就返回了啊 自己的这个乡土啊 从从操呢 就说这种农民的这种职业 那么对于刚才你所说的啊 加强这种基层组织的这种建设 或者说是强化啊 这个中共啊 对乡村地区的这种控制 那么马俊先生 你对此有些什么样的观察 啊 是这样的 通过我们知道呢 在目前我们已知的全世界的主要大国家呢 中国恐怕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管理 或者是深入到每一个细胞里边最严重的 或者是他的首身的最深的 那么这次呢 那因为2019呢 焚球逼斩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同时呢 习近平也在开年就讲到了 今年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一年 同时我们看到呢 这个赵克之官部部的部长呢 也再不断的强调 或者是召开各式各样的维稳会议 以及国家机器的这种维稳强力机关的 一系列的这样的会议保证 今年2019的这个政治安全和保卫党 对国家整体的绝对领导为原则 那么对于现在所谓的农村的重视啊 包括基层党组织的新建设呢 在过去呢 一直都有 那么这两年的优胜 这是一个对整个社会啊 更深度的控制的一个计划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看到呢 在过去呢 对城市加强了各式各样的草莲大妈呢 配的绣章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个前两年已经开始实施的农村大广播大喇叭时代 特别是对一些这个偏远的 或者是少数民族啊等等这些地区呢 尤其是重视 那么核心点呢 就是从我们这个海外的解读 那就是他害怕每一个人 他同时呢 他想控制和掌握了解所有的潜在的威胁 他要把他的所有的这一系列的中央 就是中南海的这个政令呢 要贯穿和落实到 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听到习近平想做什么 啊 党要做什么啊 就要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 所有的这一系列的事呢 都是如此 最可笑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农村大喇叭 这个喇叭呢 我前去年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我呢 说每天要从几点开始播 播到几点 每天要讲多少长时间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精神 要讲多长时间的时政新闻 要读多长时间的人民日报 要说是千篇一类几乎内容都是一致的 总体让总结呢 也就是说党好 一切听党的话 一切为党和国家服务啊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吧 所以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事情 总体就是为了控制而控制一切 这是他这个整体控制国家的政策的一部分吧 这是我个人看的去讲 谢谢 现在控制农村啊 其实面临着两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管理啊 比如说冲支书啊 党组织 冲长 这个世界上对农村的控制很难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村传统上还是一个家族宗法设立很大 在那里面要么有这个充霸 要么有一些有钱人 要么有一些家族的这个宗长 这个更多的靠这些家族的一些纽带联系 这时候这些人到底能不能接受共产主义这一套意识形态啊 习近平这一些啊 甚至好多人可能还怀念 我知道我去过陕西一些农村啊 好多年他发挂子毛泽东的像 就是中国的农村实际上 在别农地区变化并不大啊 不像城市变化大的 所以呢就是说你甚至碰上传统的这个势力 怎么协调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现在的农村的管理 从技术啊网格化管理一样 不像城市那么方便 你的接控摄像头啊 这个户口制度啊 因为过去你可以把农民舒服在土地上 现在呢大量的农民其实不靠土地吃饭了 他流动性很强 我们注意看到一个最近很有搞笑的事就是 云南警方呢通缉啊 一百多个这个通缉犯 其中有三四个人呢 居然出现了他们小时候的 儿童时候的照片啊 和非常小啊 这个说儿童少年时候的照片 大力的警方解释说 这些人因为常年不在家 没有他们的照片甚至没有身份信息 只能把他们那个小时候的照片放上去 也就是说城市这一套大数据分析 在农村不一定管用啊 他没有一下这么便捷的通信啊 信息完了 所以这种情况农村的一些乱 你不可能通过一些数据接控 能接测出来 城市比如说他要上街有一些 你通过微信啊通过什么电话接听啊 很可能一些就发泄了 农村往往那个村口喊一声啊 可能就上街了 跑到城市去 也没有一个通信系统呢 把它接控住 所以面临这两大挑战 传统的宗法势力 以及呢 现在一个信息数据的一个缺乏啊 暗华 那我想啊 我想呢可能习近平正因为强调这个 加强乡村治理啊 而且发表了这个指导性的意见呢 可能也就是 有鉴于现在农村的这种治理 这种缓散 或者说他所说的这种软弱 或者说基层的党组织呢 已经是名存失亡 很多年以来呢 大量的农民工在外务工 造成很多空巢家庭啊 等等这种留守的老人啊等等 那么这些社会的问题呢 现在随着不少的农民工呢 可能是离城返乡了 那么这是不是他提出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他提出的一个啊 这种指导意见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啊 现在农村的这种变化 这种人口结构的这种重新的一种 调整和变化 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方面 因为我们知道中共是靠农民起家的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问题 你现在是不是要重新依靠农民 还是首先要防范农民 小牧 觉得现在对农民依靠是肯定指不上 因为整体来说 做大农业税减少取消以后 更多的靠工业来补农业 这个尽管补的力度 有有不够 现在更多的是防范农民 因为农民整体来说 这个比重啊 中国的这个户籍 还是百分之七十在农村 尽管他们呢 大量的是生活 或者说游走于两地之间 那么防范他们呢 就是害怕他没事干 现在能吃饱饭 万一呢 由于经济啊 由于社会动荡 自然障碍等等 万一吃不饱饭 除了吃不饱饭 还要有事干 如果既吃不饱饭 又没有事干 那很可能就乱 所以他这次我想更多的是防范 或者说通过一个 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 通过一些内部的结构的调整 加强管理 来进行一个防范 因为怎么说呢 农民确实在不像过去那个八九学生啊 也不像偶尔传出的一些大城市 香港工人 世界工人的工潮 他这个一乱是全局性的 全国性的 我们知道工潮呢 只是在东南沿海啊 像深圳的家驶公司啊 学生呢 主要在大中城市 那么农民在全中国啊 甚至大城市的这个城下结合部都有 所以方法我想是最主要的 嗯 马先生你怎么看 那我觉得呢 这个对于中国现在 特别是今年提出来的一系列 国家的稳定方面的需求呢 可见呢 已经从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 以及所有我们看到的 目前的经济的实际的下滑 等等那也都是一个推测出来的 一个肯定浓松的 像乔木先生刚才讲的 结合了大量的人 这些人不仅仅要吃饱饭 而且一定要有个事可做 但是如果没有事可做的话呢 这个东西有时候是无法创造出来 有事可做的 那么人们呢 肯定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需求 各式各样的一些抗争 那么在未来这个经济吃紧之后呢 在倾向于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财政支持呢 实际会减少 那么在如果在这方面更加减少也好 然后人们再没有工作 而社会的其他的政府的福利方面 也会随之而减少之后呢 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动力 那么靠什么呢 那就靠宣传靠思想 靠对每一个人的控制 这是中共在历来的一个过程 这里边呢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这两个人都在聊一个问题 就是这几年呢 我们可以照搬到五十年代 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呢 那是五十年代呢 曾经发生过这个大链钢铁啊 什么雪打寨啊 那是个破坏环境的三年 也就五六五七五八五七五八五九 那么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六十年代 六零六一六二那个时代的一个 这个自然灾害 那么这几年呢 我注意一下 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家 并不像依靠以农业为主 但是呢 这几年呢 以环保大跃进呢 确实确实 关停了无数的工厂 各式各样的 但是环境是改变了 但是中国的经济的结构 以及底层的这个民众 在将很多 国家在将很多的这个经济方面呢 收归国有之后呢 导致了这个市场的灵活度也变差了 然后它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次数也变少了 同时这个环保大跃进之后呢 势必造成中国经济各方面 包括失业啊 农民工回乡啊等等 那这一系列这些现象已经在出现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 未来呢肯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社会动荡 而今天的人们呢 再也不会像五七五八五九 或者六零也那样 饿着肚子把人绑在某个地方 人无法挪动 而干干的就等死 那么今天呢 人们已经有了信息是戴尔登这一系列 所以对于习近平当局来讲呢 他在这方面的重视啊 可见会下一步呢 不断的再继续加强 嗯好 那么谢谢两位嘉宾呢 发表的这个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 还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交互